大家好,變身Biliba 讀聖經,去到薩摩伊記上21章 上回就講到約拿丹為大衛求情 據你力真,你為何要殺他? 是一個功臣,他對你這麼忠心 不管大衛背後是否真的忠心 但似乎他的確是沒有錯的,除了功高震主之外 在這件事上,蘇羅第二次想堆壞 不是大衛,堆壞約拿丹 第一次就是中神博,求情 這次應該是大家有一些神博一起抱著大家 不要搞,冷靜,冷靜 最後就沒事 然後約拿丹就叫大衛走路 並祝福他 相信他將來的前途仍然是無限的 然後大衛怎樣呢? 大衛來到羅伯祭司阿希米納 阿希米納前前經經出來迎接 他問大衛,你為何一個人來? 你的佈下呢? 當然了,爛草出來的 但是以前沒有這個WhatsApp 以前飛甲船書 又未必是最廣泛 但是同時很明顯 蘇羅呢? 就真的烏噹噹噹 我真的要重複很多次 蘇羅真的應該呢 那時候講法的通緝令 就講給全世界聽 你呢? 要不然就不要收留他 要不然我就懲罰你 先指聲明 那時候呢 就不會有人幫到 不會有人幫到大衛 就算他不幫你保存也好 哦 黃打發我來辦一件事 他吩咐我不可以洩漏事情 我已經吩咐我的佈下 在某個地方和我會合 教會呢 很喜歡複製 馬英是不管管雞仔的 要那些人全部都完美 完全聖結 which is I know doubt about it 如果真的可以聖結的話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這段 很明顯大衛講大話 他應該告訴人 我被人追殺啊 你來收留我吧 他不是哦 他還要說 黃吩咐他一件事 但是人之常情 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再加上大衛聰明仔 那麼他講這個謊話 以至到大家很下台 人家也都很幫他 來到去拯救 那怕其實祭司自己 就是阿希米勒都不見得 是一個不親近蘇羅的一個人 那就是都估到一些端毅 因為蘇羅都不止一次想殺大衛 那麼大衛也都曾經走過 變相來講 你完全不知道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但是 大家下台 這是understandable的 這些所謂的白色大話 現在你這裏有什麼食物 請你給我五塊餅 或者是其他食物 祭司回答說 我們沒有普通的餅 只有分別出來給煮的聖餅 但是 你那些年輕手下 一定是沒有親近過女色 才可以吃的 大衛就會回答 我可以向你保證 我們每次出來辦事 我是不會放縱我的部下的 他們平常已經是非常潔淨 又何況是這一次呢 這裏有趣的 為何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祭司說 為何你一個人來 但是跟著這裡就說 他有報客 那究竟大衛是一個人 還是幾個人 還是幾十個人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這個故事 其實耶穌是曾經叫過 那時候就是安息日 耶穌和門徒 又在摘些麥為食 各方面 然後就給這個法利賽人 說你安息日 不可以做這個 為什麼你摘東西 於是大衛就叫了 不是 耶穌就叫了這個故事 這個大衛都吃陳節餅 應該就是那些性化了的東西 這個就其實有少少 Echo回到大衛說謊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 究竟生命重要些 還是一些移民重要些 或者身體重要些 還是一些形式上的東西重要些 如果有一些priority save example 如果大衛的生命會不保 如果因為他真的 說了給人聽 然後這個祭司變成了 是同謀 而不是真的幫王的命令下的大衛的時候 他也有可能生命不保的時候 這樣說個謊 不是說說無傷大衛 但是至少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救生命的 祭司也是在重拳的情況之下 給了這個餅大衛食 耶穌引用了這個故事來說 當然耶穌和門徒那時候 沒有一個生命危險 不吃都不會死 那時候 究竟我們會不會 在一個所謂的律法之下 有情理和通融性呢 換轉無論是在整個社會裏面 你 instead of 嚴刑進發 有情講的 同一時間在教會也好 在家庭也好 工作也好 很難可以抓到一條鐵定的一個 guide line 但是呢 在那種的彈性 Factability 或者原諒性上面 都是一件好事 再講一些 就是譬如聖經裡面 有時候會教導 就是說 你不要把這個半腳石 放在這個盲人面前 那其實某程度上 按照例如李施敬博士的解釋 就是說 不是叫你 不是叫你故意去擊死他 而是假如你看到 有potentially 那個的石頭 放在地上 是會擊死人的時候 你就預早拿走他 又或者 save example 一些更加實際的例子 就是 save example 你知道 明框一些事情 如果你搞到去問 四五點才扔給別人 那別人就要通宵加班 那時候 為什麼你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有時候很難的 預早說了給別人聽的時候 那別人就不用加班 或者別人可以容易些安排時間 甚至乎 有時候有些情況就是 你可以credicize 為什麼你這麼沒有記性 為什麼等等等等 但是假如你準備了一個checklist 給別人的 那別人可以tick 這樣就會沒有那麼容易 不記得 甚至乎 譬如 剛剛預約完疫苗 那樣 假如是他會 傳訊息 去remind的時候 那時候 別人沒有那麼容易 不記得 同時你也可以 省回一些resource 就是那支疫苗的針 不會waste 或者沒有那麼容易waste 這些就是一些 比較充滿forgiveness 的一些措施來做 而不是去到時候 才去credicize 一些雞仔式的錯誤 或者是別人做錯的一些事情 我們社會需要多些的寬容 無論是大的 宏觀的 還是家庭 教會 各方面的事情 譬如 教會 有時候很多 但是說多些 就是commitment的事情 其實是你用情感加鎖 來逼別人做一個commitment 人家一開始的時候 不知道原來這麼大問題 不知道原來這麼大負擔的 這樣 然後你就丟個球給人 之後就扣帽子 為什麼你不認真做 不做好一點 但是實際上 其實你想深一層 人家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預見到 二來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又沒有什麼 訓練他 最後你又 預期多多 這樣的時候 其實是不好的 究竟你是嘗試 得淡笑 只要有participation 就開心 你就自己開心 還是你 用一種得淡笑的方式 來逼別人 但是最後你就是要求 人家全民皆兵 軍訓 這樣 這些也是 make a big difference 我經常覺得 教會既然是wanty 再加上 就是大家某程度上 都是威威的時候 這樣 就寬容些 讓每個人 回到神面前 都是一個安息 都是一個 真是感受到神的恩典 是遠遠遠 比你 每個人 說到天下無敵 最後 其實都是有心無力 其實很浪費 祭司 就將性病給他 因為他實在沒有其他的病 這些性病 就是放在匯幕裡面 供奉在主面前的陳前病 是那天 剛剛替換下來的 這個祭司就做到一種的通用 今天講到這裡 雖然端端很短 但是既然發揮了很多其他的 一些application性的思考的時候 不說太多了 歡迎收聽Bilibara Talk